在短數的部分來到57.28分 跟他在本賽季最大成績也是有一段的差距 我是有超越前面的選手 現在暫時是排在第一 現在準備要看到在第一組第三位要登場 就是來自台灣的選手曹志儀 19歲的曹志儀 目前的選手排名來到了70名 他也是非常的辛苦 在過去的兩個月是不斷飛來飛去 參加非常多的比賽 其中有包括四大球錦標賽拿下第19 另外在世青賽是排名第18 因為他在長曲表現是讓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期待他今天能夠有好的表現 一間的國際奏 是站住了 去把腿接上直播透露 去把腿接上步伐 去把腿接下来 去把腿接下来 曹志宜今天完成了他的短曲表现 今天的表现并不是他最佳的状态 但他非常的努力把 最后的腿接下来 GOE当然会被扣掉一些分数 但是基本分都还是可以得到 再来就是 他的旋转 最后一个 这个Combination Spin是会 因为他的 Bed Camel是做的没有很好 所以他那个Illusion 并不会拿到极速 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拿到三级的评价 其他的旋转也都是有三级四级的评价 所以现在他的季度分是来到了34.63 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把这赛季一直来 他都是把最后的单跳 是跳成了Triple Loop 但他在这次的市井赛 非常的为了争取奥运的资格 所以他把Loop改成了Triple Lutz 真的非常了不起 一直在在赛季的最后 还把难度给提高 今天第一跳Triple Axel 虽然是有点惊险 不过hold住 这个圈树没有问题 这个圈树没有问题 以及圈树都没有问题 就是很可惜他翻身了 Butterfly is all having fun You know what I mean 这让大家看到他的决心 在把最后一跳的这个难度 在挑战更高一级的Triple Lutz 而且一直以来 他其实Triple Lutz都是有错认的问题 但是他在这个赛季呢 是几乎是完全的调整了过来 因为这个要改错认的问题 是非常困难的 很多选手都到最后都是放弃了 但他一直不放弃呢 还是把那个Triple Lutz的任给改回来了 相当不容易哦 马上就来看到 台湾的选手曹志宜 今天在端去做拿下的分数 技术分散4.17 表演翻了7.35 在端去的部分来到61.52分 超越前面的选手目前是排在第一